朋友们又到吃芋头的季节了 今天找村口的阿嬷买了两个大芋头 准备分享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我们先把芋头削皮 我们正上当地种的这个芋头在泉州是挺出名的 因为吃起来非常的粉 比较好吃 把芋头切成小块 这个芋头用刀切就能感觉它特别的好吃了 特别的粉 买了一斤鸭掌 把它的指甲先剪掉 再把鸭掌攒成两段 把处理好的鸭掌清洗干净 采买了一些我女儿最爱的鸭刺很难洗 鸭掌鸭刺冷水入锅 加入姜片 葱节 适量料酒大火煮开 水开过后煮了2分钟 像这样就可以了 捞起来清洗干净 这些姜片跟葱节都不要了 直接加入到高压锅里面 加入姜片葱段 八角香叶桂皮 一小勺盐 适量的五香粉 三勺尿酒 三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一小勺白糖 盖上盖子 烧气过后压十分钟 锅中倒食用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入筷子 能迅速的冒泡 而且清烟湿起 就可以下入芋头 因为我想结余一点油 所以说我分两次炸 朋友们芋头炸一分钟就可以了 像这样表皮发硬 捞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配料 大蒜切对半 生姜切小块 大葱切断 鸭掌鸭刺也压好了 砂锅底部铺上葱姜蒜 然后摆上芋头 摆上鸭掌鸭刺 虽然都是家里面的人吃 但是我还是想要摆好看一点 最后再淋上炖鸭掌的汤汁 大火烧开过后 转中小火炖五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好吃又下饭的芋头鸭掌饱就做好了 鸭掌跟鸭汁非常的入味 而且轻松就能脱骨 底下的芋头也吸饱了汤汁 特别的松软绵密 喜欢吃芋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道菜 肉汁 鸭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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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了 你怕了 你看 我的鸭 我怕了 你怕 杨今天的鸭长还满意吗 99分 你最爱吃鸭长了 另一分是你没吃 我没吃 我在减肥好吗 可能 给家人做的菜 中午一般都是三菜一汤 朋友们都说我为什么早不胖 吃三天就吃一顿这样子的简直餐 这个是牛肉 香菇 还有这种鸡胸肉 蘸一下料 就这样子吃就可以了